云林一对养鸭妇女 却涉嫌已染病压血 制作假情流感疫苗 而且还组了注射队 到中南部情厂来兜售注射 目前有八名的嫌犯 已经都遭到积压 检调还在追查假疫苗的流向 调查局人员拿着搜索票 到云林东四乡这处养鸭厂搜索 发现负责人女儿正将勤血倒掉 想要消灭证据 马上上前制止 而这些勤血是嫌犯用来制作 号称可以预防禽流感的动物用尾药 现场就查扣了514瓶可疑疫苗 检方调查无性妇女养鸭兼开屠宰场 两年前开始收集染病 单位死亡的病压血液 利用离心机等设备分离出血清 再加入不明药物 之后由自主的注射队 到云林嘉义彰化南投等地的 勤厂兜售注射 检方也查出 桃园一名张姓屠宰业者 也在去年加入 负责提供病压血液 农委会防检局表示台湾和其他先进国家一样对于禽流感是采全面铺杀政策 如果施打疫苗造成病毒异变恐造成更大疫情损失 目前已经将查扣的未造疫苗送宴 要确认是否夹带禽流感病毒 由于无性腹女等8人 涉嫌违反动物用药品管理法 情节重大 已经遭到羁压禁件 检方也将追查 到底还有多少勤厂施打过假疫苗 记者秋之辈 彭安泉王微雄 云里报道